大家好,我是Zilis的高级研究员易小萌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们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 MUOS 2.0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和我们的一些想法和经验 今天我的报告的题目是MUOS 2.0 一个云原生的向量数据库 我报告的内容由以下的四部分组成 首先的话我会介绍一下MUOS这个产品这个项目 主要会讲我们对MUOS定位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MUOS以及MUOS现在的一些发展的信息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简单的回顾一下MUOS 1.0的设计 然后借此进一步的去给大家介绍我们MUOS 2.0的一些架构上的一些新的设计和想法 最后的话我们会讲一下MUOS的一个roadmap和我们的一些开发的一些 就是方便MUOS使用的一些工具 第一部分就是讲我们的就是MUOS的介绍 我们对MUOS的定位的话呢 就是认为它是一个面向非结构化数据分析和搜索的一个开源的数据库系统 然后首先呢我们需要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 关注这个非结构化数据分析和搜索这一点 随着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数据啊 或者是说IT技术的发展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周围的数据是 我们周边的数据是越来越多的成一个爆炸的一个趋势的发展 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的周围的数据呢 也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结构化的数据 再往非结构化的数据去变化 就是传统的话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主要的数据类型 包括什么INT啊整形啊浮点啊 包括字符串啊对他们这种日期这种格式 但是我们随着这种时代的发展呢 我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周周边的越来越多的信息的话 更多的像这种文本啊 JSON格式的这种非结构化 或者半结构化这种数据 以及这种图片啊声音 以及蛋白质的结构啊时空数据啊 社交网络啊以及用户化这样这种 完全是非结构化数据的这种信息 然后非结构化数据 整体而言是以一个呃越来越大的比例 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 然后我们根据IDC的报道呢 在2020年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就是全球产生的80%的数据 都是非结构化数据 然后对于产生的这么多的非结构化数据而言呢 就是呃 他们的这种分析和检索的这个方式也和传统的结构化数据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从这个呃这一页可以简单的给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呃呃呃非结构化数据的话 他分析的一个呃一个很主流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通过这种深度神经网络的形式 把这个不管是图片啊视频啊或者文本各种各样的非结构化数据 他先映射到一个高维的一个向量空间里面 让他变成一个向量 然后在这个向量的这个空间里面做分析和检索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以这个图片检索而言吧 就是我们呃做这个图片检索的时候呢 我们会使用这种各种卷积神经网络 把我们底库的这些图片依次的转化成一个高维的向量 然后当一个查询请求来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我们也是同样的把它转化成呃 用这个同样的神经网络转化成一个高维的这个向量 然后我们在这个高维的向量空间里面看 就是我们请求的这个呃 请求的这个图片对应的向量和底库里面的这些向量的一个相似度 我们找这个呃最相似的这些底库的向量 然后把他们对应的那些原始的图片作为结果返回给用户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图片检索的一个功能 相同的在一些其他的场景包括一些智能的问答呀 呃包括这种嗯 那种呃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什么 分子结构的搜索呀什么其实呃 做的方式也是一个比较类似的 总的而言呢就是我们认为非结构化数据处理就是大的层面上看可能是一个呃 这张图里面的这个样子就是从从底下往上看的话就是底下的数据可能呃 呃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都有 然后我们其中一部分呢通过这种呃 通过神经网络把它变成了这种embedding成这种向量数据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数据呃 因为向量数据他有可能不能完全的处理所有的这种查询呀分析的任务 所以我们有一部分像呃 ES这一类的系统 他也可以对这种传统的就是对这种原始数据非结构化数据作为一个这种呃 原始数据做搜索和分析的这一类工具 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实际上的这个之后的这个数据分析应该是结合着向量搜索和一些协助协助向量搜索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呃 原始数据处理的系统协同进行查询的 然后当一个查询请求来的时候从上面从这个图上面看的话 就是每个请求过来的话 我们可能对这个请求做解析 然后通过这个呃 向量和非向量的这个引擎协同去查找最后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 然后我们MUOS的呃 就是定位呢 就是其实就对应了这个虚线 框里面框起来的这一部分内容 呃接下来呢 就是讲一下我们这个MUOS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就MUOS是去年的就是20年的三月份 呃以这个孵化项目的这个作为孵化项目加入了这个LFAI and data这个基金会 然后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其实已经从这个基金会里面毕业了 作为一个毕业的项目 现在是 MUOS社区的一些初步的信息 我们可以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到嗯 到我做视频的这个时候 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MUOS总共有呃 一万一千个commit 然后github start大概有八千六百多个 然后contributor的数量是目前是一百七十三个 然后目前大大小小的版本呢 发发行了大概有七十一个 呃我们目前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用户数量 大概是一千多家的样子 呃以下的这张图呢 我们就是简单的列出来一些 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MUOS的一些用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各个行业里面的 都有一些这种知名的这种呃企业呀 厂商都在使用MUOS来解决他们的一些呃 业务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呃下面呢 就是把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应用场景业务场景呃分类 就是简单的列出来MUOS可以支持的一些业务呃 呃我们这里就是主要讲呃 主要列出来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五个场景 在那个电子商务的场景呢 主要就是MUOS的这种功能 主要支撑可以支撑一些像这种智能客服呀 呃商品推荐呀 这一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业务 然后在这种互联网的服务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包括图片检索呀 视频查虫啊 包括用户画像啊这一类的等等这一类的功能 然后生物制药方面的话呢 更多的可能就是这种什么药物的小分子药物的筛选啊 蛋白质结构的预测呀 以及这种呃我们说的DNA序列的比对啊 这一类的呃业务 然后金融行业的话呢 更多的可能主要是这种呃反气炸呀 或者保险的分析啊这一类的业务 然后对这种呃信息安全领域的话呢 我们支撑的业务可能以这种呃病毒的检测和对比分析 以及这种什么呃垃圾邮件的检测 然后入侵的检测为主 呃这是从另外一个视角 就是从这个呃数据类型的视角来 就是对我们MUOS支持的这个业务进行了一些呃分类 然后具体的内容其实是跟商业差不多的 只是组织的方式不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不管是图片啊 视频啊 自然语言音频 以及这种用户行为画像啊 然后这种结构化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分析啊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领域 就是其实MUOS都能够 就是支撑这种 呃数据的分析和查询的 呃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我们1.0的MUOS1.0的这种当时的设计 MUOS1.0的话呢 我们当时主要是希望在1.0里面呃 支持完整的向量数据的插入持久化 构建索引查询 然后通过一些简单的这种呃 不是简单是比较易用的这种API的方式呢 能够让用户的很好的去快速的上手的去使用我们的系统 然后通过这种用户的反馈呢 我们可能就是就是去了解用户现在的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更好的设计我们呃下一步的产品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2.0 然后接接下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1.0是1.0的架构 以及它是怎么运转的 呃在1.0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MUOS有一个叫request handler的一个组件 它用来负责就是接收和处理所有从呃用户用户测应用这边发过来的请求 然后首先讲一下这个数据插入的请求是怎么做的 就是数据当有数据插入的请求来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是先在呃就是内存里面做一个就是以memory table的形式去把这个数据缓存下来 然后当这个memory table的这个数量或者是大大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它呃以那个持久化的形式存储在这种呃刺盘里面 然后呃随着时间的这种推进的话呢 就是这个磁盘上的这种数据就是我们说这个叫我们把这个memory table刷下来叫segments 就随着这个小的segments越来越多的话呢 我们会进一步的对这个segments做这种数据的整合和合并 让它变成比较大的segments 然后呃从进一步的看大的segments里面的这个数据组组织的形式呢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按列存储的形式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个数据库的表里面 我们每一列的数据是连续的存在一块的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支持既能支持向量化的数据查询呃存储 也能支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属性列的这种数据进行存储 然后当一个这个segment它达到一个足够的就是指定的一个大小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segment给呃封闭起来 然后根据这个segment里面的数据呢呃建立一些这种索引 然后使得他能够呃就是在查询的时候能够更更高的支持这个 这个就是用户的查询请求 然后当查询请求来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组件叫呃查询处理的组件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种呃数据查询的算法啊 以及我们的这种加速的优化的这种策略呢 都实现在这个呃cure processing的这个组件里面 然后由于现在的话呢 就是大部分的这种向量检索的策略呢 它都是假设就是所有的数据都是存储在这个注留在内存里面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buffer破一个缓冲区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和查询相关可能相关的数据呢 我都我们都全都漏的到这个呃这个内存里面去 然后方便这个查询呃 Mios这个系呃1.0的系统的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单机的系统 然后它的这个大体的就是这个框架 大概就是像刚才描述的一样 然后简单的话 我们下面去进一步的介绍我们Mios的1.0的一些简单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的话 就是说我们其实支持了一些对异构计算的支持 我们除了呃我们在传统的呃CPU上面呢 支持了这种SIMD的这种指令级的支持 然后呃通过向量化之型的话去加速这个像呃这个数据的查询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对包括GP VIR FPGA甚至ARM指令级下面的一些芯片做了一些处理呃处理和支持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呃Mios1.0里面尝试着呃支持了一些就是可能呃 就是标准的一些数据数据库的一些功能 包括什么数据的partition啊数据的分片啊 以及我们基于这种呃属性的一些这种查询 然后在向量检索功能呃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基于一些呃现有的一些开源的库和算法像FICE啊 NORI啊 HNSW这些算法的话呃做了进一步的这种性能的提升 然后最终的话呢我们是支持了多语言的这种呃API 然后我们支持的这种方便各种各种不同用户的这种使用的需求 然后我们主要支持的API的语言有python c++ java和go 呃就是我们1.0产品大概是今年3月份左右发布的 然后我们1.0发布之后呢 我们也广泛的收集了一些我们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用户的反馈 然后从我们得到的反馈来看呢 就是呃就是用户的在有1.0之后呢 主要的这个需求集中在这种呃数据规模大 就是大到单机可能没有办法用单机去进行处理的这种规模 然后以及是这种负载的多样性 有一些负载就是有些用户的负载可能更偏向于这种数据插入更新 有一些可能是一个更偏向于静态的数据库的呃那个负载呃 数据集的一个查询 就是负载是多种多样的呃 呃以及是对这种嗯这种数据的持久化呀弹性呀这种的要求 所以整个来说呢就是我们MUOS2.0的话我们是设计一个就是一个呃设计的目标是一个分布式的 然后能够自动弹弹性的一个这种呃组件之间接偶的一个呃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框架 然后我们2.0的话设计的一个嗯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呢 就是拿这个日志序列的分发和订阅作为一个呃作为我们系统的一个主干 然后我们整个来看呢就是我们数据库里面有一套这种中心式的也不叫中心式就是一个要主干的这种日志分发订阅系统 然后其他的各个组件的话呢他其实都是对这个日志系统的一些呃发布和日志序列的发布和订阅 这样的呃这样的一种模式呢他大概他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然后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数据的这种持久化变得就是比较容易 就是我们呃我们通过就是将呃所有的数据的操作以及系统的状态都写到日志里面去 然后通过日志的呃持久化来达到这个整个数据库状态和数据内容的一个持久化 就是我们当任何的节点或者数据呃数据系统我们的系统故障之后重新提起来的时候 我们只要呃重新读这些持久化的这些日志里面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系统的运转的状态到了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日志进行这种各个组件啊甚至整个系统的这种恢复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呃就是日志系统的方式呢 就是帮把这个各个功能就是各个逻辑功能的这种组件呢进行结偶和关联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呃内部的组件呢只需要通过这种主要是通过日志的分发和订阅 就是去发布自己呃发布自己带来的这种比如说数据的一些变更啊 然后去订阅和自己比较相关的一些日志内容的这种方式呢去完成就更新的各个组件的状态和他的这个做这个完成相应的任务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是用户他呃不是用户就是我们的这个呃组件的话呢 他只主要是就是只要通过这个日志订阅就可以完成他的功能 所以这样的话呢组件之间的这个偶合度是比较低的 然后我们这样就允许我们能够在这个对每一个组件做独立的这个功能升级 然后随着我们这个系统的功能这种扩展的需求来到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增加新的组件 然后让新的组件也去分发和订阅日志的这种方式呢 达到一个很很快速的这种系统能力扩展的一个呃一个目标 嗯下面呢就是这张图就是简单的就是陈列了就是我们MUOS里面的MUOS2.0架构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系统组件 然后大体来说呢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其中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access layer就是他的呃接入层 然后其他的还有包括coordinator service包括work node以及我们负责存储的像原数据存储啊消息存储啊 以及这个持久化就是这种批量呃那个存量数据的存储的组件 我们接下来对这些组件呃逐一的进行呃介绍 首先的话呢就是access layer我们的接入层 然后接入层的其实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用户的请求接收之后做一个转发到呃对应的这个日志的通道里面去 然后分发给对应的不同的这种呃系统的组件 然后我们在MUOS2.0里面呢我们呃仿照传统的SQL语言 就是把这个数据操作分为了DDL DML DQL这这一些类型 DDL的话呢主要就是呃像这种呃数据库啊 然后表的创建和删除这一类的功能 然后DML呢更多的是像具体的某张表或者或者某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数据的插入 删除更新这一部分的操作 然后查询的话呢就是有点像就是类似我们SQL就是说对原来的呃对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进行一个搜索或者是检索的这一这一个功能 然后在呃我们的这个MUOS里面呢因为是一个分布式的设计 所以他很多每个组件呢他其实都有都有可能有多个节点同时在工作 然后我们的coordinator这一层的话呢其实就是负责底下的这些组件呃同一个组件内部的各个节点的这种协同 主要是比如说任务的呃分发以及是负载均衡这方面的内容 然后我们的coordinator其实分了四四四个不同的针对不同的功能逻辑 我们分了四种不同的coordinator呃rootcoordinator的话呢 他其实主要是负责刚才说的DDL那一部分什么 创建数据库啊键表啊删表啊这一类的操作就是维护的是数据库里面的一些呃 关于数据表的一些原数据信息 然后datacoordinator的话主要是负责呃数据的插入以及持久化的这一部分呃功能的一些协调 然后curycoordinator主要是负责查询的功能的协调 然后indexcoordinator主要是负责这种存量数据里面构建索引的这一部分 然后work layer呢就是相对于coordinator那一层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实际完成任务的一个干活的一个角色 然后主要的呃做的呢呃更多的就是数据的更新啊查找这一部分的功能 然后datanode的话就是对应于刚才的datacoordinator 主要就是用于查询呃就主要完成数据的插入和持久化 indexnode的话就是负责这种呃实际的构建索引 curynode就是做负责数据的查询 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呢我们把这个呃通过这个coordinator和worker这个设置呢 就是把这个worker的节点都做成了呃无状态的 而所有的状态的信息呢都维护在coordinator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不管是扩缩容或者是这种呃故障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worker其实都比较容易 就是我们其实只要把这个相应的worker起起来 然后去coordinator那边去问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当前的这个 起下来的worker需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他他需要做哪些任务 然后把数据导上来就可以直接进行工作了 而不需要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些这种呃状态恢复呀 这一类的呃工作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存储存储存储存 然后存储存呢其实是由三个比较独立的部分构成 一个是就是lockbroker就是我们的呃日志序列的那个主干的分发订阅的这个 持久化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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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存储存存 되게log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表里面的就是我们coordinator里面数据的这个系统里面 系统状态的原数据存储 以及我们呃 系统的大体的架构之后 我们就是进一步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基于日志的 这种基于日志的这种数据库的话 它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查询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慢 因为我们需要把整个日志里面的数据 整个都过一遍之后 我们才知道哪些数据和查询相关 然后进行相应的查询 然后在MUSE里面 我们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存量和增量数据的 一个分别的一个处理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会把日志里面的数据 就是日志里面的这些数据 就是增量的数据 转化成一个存量的一个形式 然后对存量的这种数据 通过构建索引的这种方式 去让它能够支持更快速的查询 然后每次当用户的这种查询请求来的时候 我们只对日志序列里面少量的这种增量数据 以及大量的存量数据 分开进行查询 由于增量的这种日志序列 它增量数据通常来说规模都比较小 所以那部分的查询开销 其实还是比较可控的 然后存量数据虽然规模大 但是我们通过构建索引的方式 也可以有效的提高它的处理效率 然后最后我们把两边的查询结果进行统一的整合 就得到最终的结果再返回给用户 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好的处理查询比较慢的一个问题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基于日志的主干的架构设计 还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系统的扩展比较好做 因为我们现在做非结果数据处理的话 其实用户的业务场景 其实也是不断在迭代和快速发展的 然后为了能够满足用户不断的迭代的 业务上迭代的能力的话 我们系统也需要同时能够做到比较快的扩展和增加新的功能 然后在基于之前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backbone的日志的骨干的模式的下面 我们如果在系统里面想增加新的功能的话 其实我们只要提供一些新的一些组件 然后去订阅日志里面相关的一些和这些组件功能相关的这些日志内容 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些组件接入到系统里面去 然后我们需要额外处理的一部分的内容是查询这一边 就是我们需要对新功能的查询做这种解析 以及各个就是传统的这些现有功能和新功能之间的这种查询分析 引擎之间的协作和这个执行方式选择的话 就是这一部分我们需要做一个工作去做一个合理的安排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介绍一下MuOS的roadmap和我们开发的一些就是辅助性的工具 MuOS是从2018年10月我们开始做的 然后在19年的4月份我们发布了最早的版本0.1版 然后19年的6月我们就找到了发现了有第一批的我们的用户 然后19年的10月份我们正式的进行开源 去年3月份我们就作为这个孵化项目加入了LFAMDATA的基金会 今年的话3月份我们1.0的版本发布 然后2.0版本的这个RCE版本是今年6月份发布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MuOS最值得期待的一个Milestone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2.0的GA版本应该是在今年的12月份 如果进度比较理想的话有可能今年的11月份就会发布了 然后我们为了方便不同需求的用户更加容易去使用MuOS的话呢 我们开发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可视可视的图形界面 然后可以从图形界面上做这种MuOS的集讯管理啊 原数据的管理啊数据的查询啊 以及这种组件状态的诊断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做了这种 呃命令行的界面 然后这两个界界面的话呢 都我们都已经开源出来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GitHub上去关注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在呃系统里面 就是MuOS2.0呢是可以通过K8S这一套对我们的系统的呃 安装部署啊甚至扩缩容进行统一的管理 这样也方便了用户的这个 对我们的这种呃系统的这个呃使用和运维的这个成本也会有有所下降 嗯好的就是我这次的报告就主要就是以上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